街头行人用的垃圾箱被踹下来 警示灯被打下来 报名还拦下一班轿车 疑似打算行抢 这群人身披着巴西国旗 却搞破坏 镜头拉远 事发地点靠近巴西总统当选人 鲁拉下榻的旅馆 报名纵火烧汽车 烧垃圾紫车 烧公车 从这个角度看 警方反应小组的人数和报名人数 相去甚远 报名还拿着充电炮 炮轰远近 多辆公车被焚毁 由于正好是下班接风期 一般汽车驾驶和公车驾驶 赶紧改道 躲开是非之地 警力去哪了呢 原来全调去守护这家旅馆 因为总统当选人鲁拉 明年1月1号才宣誓就职 目前站住在这里 或许这也是报名选择到 第三大城巴西里亚 而非首都里约去闹事的原因 巴西10月30号 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出炉 挑战者鲁拉 击败现任总统波索纳洛 波索纳洛质疑电子机票过程舞弊 从来就不承认败选 但强调不会阻挠政权交接 然而最高法院法官 摩拉艾斯表示 将调查波索纳洛在位期间 反民主 强行逮捕原民领袖的行为 此举被波索纳洛支持者视为 是选后清算 相当不满 因此暴动 向总统当选人鲁拉呛声 华世新闻张佩云编译